唉唷 我比那麼多 補習班監視器拍下 兩名壯漢衝進來一句話沒說 朝著老闆狂噴辣椒水 抡起船頭狂翁 就這兩個人要衝進來 對 就給他噴辣椒水 他說給我說比較小事 兩名黑藝人闖進補習班 鎖定老闆狂翁30秒快閃 你們看有時間的倉庫路 怪他們也不認識我 不見人家錢又沒有在做什麼虧心事 我就說的是吃飯吃一元 拜託喔 兩個壯漢衝進大門 辣椒水先攻 一個人爬櫃台 一個人從後面包抄 現場家長噪吶 不會一旁老師也被嚇壞 疑似是家長會選舉被針對 那也很好啊 有阿卡會發現這個本集大 目前已鎖定可疑犯嫌 積極殺氣 台南補習班被兩名二煞盯上 有備而來猛攻老闆 辣椒水薰眼 把人壓在櫃台狂翁 30秒打完就跑 跳上白牌計程車離開 在教育場所施暴 還好當下沒有小朋友募集 嫌犯現在也被鎖定 要釐清犯案動機 記者賴冠章才能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